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事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现在越来越重视养生和预防疾病 而且网络上的发达 让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查阅到 很多的养生妙方健康小知识 但是生活中,很多我们认为的健康方法 其实是养生误区 对身体无益也就罢了 有时候还会有害 六十岁后养生很重要 但也应当注意避开这些养生误区 请别大意 一,只吃菜,不吃肉 在几十年前,想要大口吃肉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经济的发展缓慢 很多家庭的条件很差 只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 才能舍得吃点好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平均寿命非常的低 只有三十多岁 现在经济条件变好了 营养补充也更加的全面 平均寿命也由之前的三十多岁提升到了现在的七十七岁 可以说是很大的进步 但是营养补充的同时 高脂肪,高盐分的食物不断地摄入 不仅不能够补充身体营养 反而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送到了生命 这也是素食兴起的主要原因 只是素不吃肉真的有益健康吗 营养科主任 谭荣少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说到 吃肉是人体摄入蛋白质的主要途径 吃肉过少 蛋白质摄入不够 就是没吃够 营养不足 长期下去啊 人就会没精神 虚弱 老得更快 此外 中国网也报道称 蛋白质的缺乏 肌肉会松弛 胸部会下垂 皮肤会失去弹性 头发枯搞 眼神 暗淡 人体的多种新陈代谢反应就会降低 缺乏了蛋白质 人体内的蛋白质 汗水化合物 脂肪代谢就会失衡 免疫力下降 记忆力下降 贫血 消化不良会接种而来 而且人会快速的衰老 所以为了健康着想啊 建议中老年人平时一定要适当的吃点肉类 当然不妨考虑选择一些 低热烂的肉类 比如鸡胸肉 鱼肉 虾肉 等等啊 都是不错的选择 二 盲目的晨练 伴随着运动健身的观念深入人心 越来越多的人 也纷纷加入到了运动的行列当中 中老年人晚上的睡眠质量得不到保证 可能会存在经常失眠 或者早晨早醒的现象 因此有些人早上早早的醒来之后 觉得无所事事 就会选择出门运动运动 比如散散步 大大胎肌等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适当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坚持运动 可以让身体更有活力 还能够起到延缓衰老的效果 让你看起来更显年轻 那是提醒大家平时运动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太过盲目 尤其是晨练时 时间不要太早 因为过早的晨练 可能会导致空气当中的氧气含量不足 而出现缺氧的情况 另外晨练的时候 也应该控制好运动量 因为过量运动啊 会导致中老年膝盖磨损的情况更加严重 同样也会伤害身体 三 过度的服用保健品 如今越来越多的保健品啊 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特别是有些保健品 在售卖的时候宣传的非常神奇 这些所谓的保健品 看起来营养健康 还能够强身健体 但实际上完全不靠谱 且不说现在保健品市场 有多么的混乱 即便是大品牌的保健品 过量摄入 也可能并不利于健康 甚至还会 有一些的产品当中 含有激素的成分 因此敌劲啊 广大中老年人 平时吃保健品的时候啊 也应该学会挑选 千万不要盲目过量的服用 以免伤害了身体而不自知 四 经常吃中药 一些中老年人认为 中药能够起到 养生保健的效果 同时能够呵护身体健康 帮助调理身体 其实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 都属于平时常见的药物 只要是药物大量的 收入体内之后 都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 所谓是药三分毒 长时间吃药 也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因此提醒广大中老年人 在身体健康的前提下 千万不要自作主张的服用中药 因为这同样也可能会给身体造成伤害 五 早餐经常 喝白粥 很多中老年人的思想传统 他们觉得白粥也是 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饮品 同时还能够帮助呵护身体 所以每天早上起床之后 都会熬一锅白粥来喝 甚至还有人觉得自己牙口不好 平时熬粥的时候 熬到特别软烂的状态 平时偶尔喝点白粥 或许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不建议中老年人 频繁地喝白粥 因为这可能会给身体造成负担 白粥这种食物看起来很有营养 但是在其中 营养物质相对较少 反而还有过多的碳水化合物 因此经常在早餐期间喝白粥 或许会造成营养摄入太过单一的情况 另外太过软烂的白粥进入体内之后 缺少了口腔的初步消化 直接到达人的胃部 反而会加重肠胃的负担 除了上面这些养生物质以外 对于中老年人而言 找到科学的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 更为关键 那么中老年人养生 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二 适合中老年人养生的方法 一 适当散步 中老年人的消化和吸收能力 要比年轻的时候弱 为了促进消化 建议饭后休息半个小时 之后可以外出散步 至于散步时间 可以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 太久的话 则会让身体感到疲累 反而容易加重身体负担 注意饭后要站着休息一会儿 之后再外出散步 不能吃完就散步 或者做其他的运动 不然的话 很容易导致消化不良的情况出现 给中老年人带来不适 如果中老年人已经处于肥胖状态了 想要通过饭后运动减肥的话 则可以考虑做一些低强度的运动 比如站着整理衣服 打扫房间 站着洗碗 擦搭桌子之类的 饭后半小时可是减肥的关键时间 此时做一些不怎么耗费体力的活动 能够更好地消耗热量 二 拍打经络 饭后半个小时 建议中老年人适当地拍拍经络 简单地拍打动作 可以促进肠胃消化 增强吸收功能 让身体素质增强 而且建议每天都应该坚持 饭后半小时拍打经络 比如说腿部的外侧 膝盖等部位 另外如果能够每天坚持 拍打 按摩 膝盖 腿部外侧十分钟 可以帮助疏通胃经 还能够起到驱寒的功效 竟然帮助人们保护膝盖 三 适当的午睡 中年人要适当午休 因为午休可以让紧绷了一上午的身 精得以放松 让身心都处于舒服状态 不午休的话 下午就会变得很疲惫 连连地打哈欠 尤其是老年人 晚上容易失眠 第二天就会觉得很疲劳 可以利用午休的时间 让身体休息休息 午休的时候啊 建议中老年人 要保持半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而且不要烦恒立即去睡 应该是先站着 或者来回躲步十几二十分钟 再午休 因为立即睡觉的话 中老年容易缺血 进而突发意外 三 老年人需要补充哪些营养素 一 蛋白质 老年人需要补充蛋白质 摄入足够的蛋白质 才能够保证老年人身体抗病能力 保持生命活力 增长寿命 对此 建议多吃豆制品 蛋类 猪瘦肉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二 维生素 中老年人 即使补充维生素 才能够促进食欲 增强抵抗力 其中 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中 维生素的含量非常的丰富 建议老年人呢 应该多吃一些 其中 维生素 A B2等 可以通过补充维生素 质剂获得 当然 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购买服用 以免出现 服用过量的问题 三 钙元素 钙元素对身体健康有着极大的影响 比如说缺钙会影响骨骼的健康 还会损伤肌肉系统 内分泌系统 神经系统等 进入老年之后啊 体内钙元素流失 会非常的快 所以说 老年人必须及时补充钙元素 其中 奶酪 牛奶 酸奶等 含钙蛋糕 平日里老人要多吃一些 帮助补充钙元素 改善 缺钙的问题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